刘 scraggart 沙…塞西利亚大人…果然…我是在做梦吧? 刚才是做梦了吗? 看来睡得很香啊 我看你没来参加晚宴 于是来找你 对不起 瑟茲利亚大人 我 我不小心睡着了 我想起来了 雪狼小队解散前的最后一天 我没有去参加晚宴 而是把自己锁在训练室中疯狂训练 最后泪倒在训练室 醒来时 就诊在瑟茲利亚大人大腿上 看来我真的太累了 居然梦到了那个时候 梦到了什么 能和我说说吗 梦 我梦到 我梦到有一天 大家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一个 然后我也跑掉了 跑得很远很远 很远的地方 那么启罗是不是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嗯 我遇到了很多人 有国家的元首 有会演戏剧的作家 甚至还有长得奇奇怪怪的外星生物 我们一起出游 一起拯救世界 啊 对了 瑟茲利亚大人 在梦中 我还成为了偶像 真正的偶像 去光灯下 观众都在问我欢呼 哇 启罗果然很棒呢 不过为什么启罗今天没有来参加晚宴呢 雪狼乐团不是准备了好热闹的一场演出吗 沙洛梅演奏吉他时很激情 完全不像平日里那样文静 尼古拉斯的架子鼓伴奏相当炸裂 还有帕特里克 贝斯弹得很好啊 对了 最让我惊喜的还是丽雪的舞蹈 真没想到 她还会跳舞 哎 丽雪 她真的来跳舞了 是啊 扭扭捏捏的 真的好可爱 沙拉美说 丽雪每天都会去找她学跳舞 看来准备了很久呢 当初 只有我没有到场 这个家伙 一次排练也不参加 结果是偷偷找了沙拉美开小灶 可能她也害怕 如果提前给了大家期待 最后可能会落空吧 不过大家都做得很好啊 听说今晚的压咒节目 会是由天命最佳偶像 最闪耀的启罗星带来的亲情演唱 结果等了好久 你也没有出现 大家是在取笑我呢 天命里谁不知道 我其实是个五音不全的倒霉蛋 所以启罗是害怕在大家面前唱歌 才没有来吗 应该是吧 至少在这一天 我不想成为大家的笑柄 瑟西利亚大人 我很懦弱吧 最开始 明明是我一时冲动 拉着大家一起成立雪狼乐团 想给瑟西利亚大人一个惊喜 尼古拉斯连夜设计了乐团的徽章 沙拉美为大家定制了演出符 帕特里克 不知从哪儿逃来了一大堆超酷的乐器 就连嘴上说着不加入乐团的力血 其实也对我们的演出相当重视 每次彩排都状况频出 但大家都很享受这个过程 到头来 我自己却先退缩了 瑟西利亚大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些事情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 这个问题 我也没法给你答案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完美解决 有些事情 就算不能理解 我们也必须学会去接纳它 但如果我不想接纳呢 为什么我明明那么憧憬成为偶像 却偏偏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倒霉大 为什么我已经习惯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雪狼小队却要在今晚解散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该死的崩坏 我们又为什么要前往西伯利亚 为什么 我非得经历这一切 抱歉 瑟西利亚大人 我明明是知道的 我并不是害怕唱歌 只是害怕小队解散的未来 但就算我没有敷衍 就算我躲得远远的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我并不能否定任何东西 有的只是 逃避 就算我永远把自己关在训练室里 夜晚也不会停下脚步 今夜过后 雪狼小队依旧会解散 只是因为我的懦弱与任性 毁掉了雪狼乐团的最后一场演出 但即便现在 我已经知晓一切 即便现在 我已经认清这只是一场梦 我也依旧想永久停留在梦中 我害怕一醒来 大家又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一个无音不全的倒霉蛋 独自站在舞台中央 我害怕我没法成为心目中偶像的样子 所有的承诺都变成了口出狂言 最后辜负了所有人的期待 抱歉 瑟西利亚大人 我其实全都明白 只是不愿意承认 但是 既然现在是在梦中 就请允许我任性一点吧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面对这一切 所以才更加忐忑不安呀 没关系 齐罗 比起将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中 将烦恼说出来 也许会显得更加自信和坦诚 正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完美 才要努力去成为发着光的偶像啊 或许五音不全的启罗 不是大家心目中完美的偶像 但不论是雪狼乐团的各位 还是天命的大家 已经在悄无声息中 被启罗点燃了 追求更好自己的渴望 也正因为崩坏难以战胜 我们才更需要勇敢地去面对 因为我们无法逃避 我们要将这份信念 这份勇气传承下去 我相信 只要不丢失这份面对未来的勇气 与渴望 终究有一天 我们会战胜崩坏 这也是 我想成为偶像的初衷 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带我的孩子 看一看你的演出 认识一下雪狼小队的各位 让她以你们为榜样 成为像你们一样优秀的孩子 会的 她一定会的 瑟斯利亚大人 您的女儿会比我们更优秀 更强大 她会成为最棒 最强的女武神 会做到我们还未做到的事情 会做到我们未能做到的事 她会结束大崩坏 将和平带回这个世界 真的吗 那我们岂不是都可以退休了 当然是真的了 我想你保证 起罗 眼睛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有 我只是 有些不舍 明明这次 是想笑着与瑟斯利亚大人道别 现在就让你看到这副模样 你已经让我看到了最棒的起罗了 我相信明天 你一定会献上最完美的演出 明天我一定会献上 此生最棒的 等等 瑟斯利亚大人不应该知道我明天有演出 你不是瑟斯利亚大人 你是 玉兔 可恶 身体都不了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什么时候影响了我的意识 醒了吗 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的 启罗 你 别动 你太累了 身体需要休息 不要顶着瑟斯利亚大人的脸 用瑟斯利亚大人的声音和我说这种话 你没有那个资格 我想你是误会了 你在梦中经历的一切都是由你的大脑自我产生 与我毫不相关 我也并不知情 如果你没有在梦中说出零星一语的话 至于我的声音与外貌 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方式 也没法决定自己的存在形式 我之所以用这样的外貌 这样的声音 出现在你面前 仅仅是因为我生来如此 不要以为自己靠着偷来的相貌和声音 就能与瑟斯利亚大人相提并论 你只是一株寄生在他身上的胡寄生而已 抱歉 我没有要将自己比作那位女士的意思 更不敢拿自己与之比较 不过 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得到了她的传承 我知晓她经历的一切 因此更加敬重 大叔在风暴中倒下 她的身躯下 开出了绚烂的花田 胡寄生侥幸得到了大叔一丝养分 便就这样依附着大叔的枝干 降临于世 她也有资格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不是吗 你放我起来 我现在没有添加任何束缚 起罗小姐躺在我的腿上 大概只是因为太过劳累 需要休息吧 我是什么时候能自由行动了 完全没有察觉到 别担心 除了让你进入了一段时间的深度休息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身体好轻松 而且 疲惫消减了许多 一路上都在我身边阴魂不散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说过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对起罗感兴趣啊 哼 不要说这种让我反胃的话了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对吧 真聪明 每次起罗都能猜到我的心意 起罗和我 不 不 应该是上一个我 果然很相似啊 哼 什么上一个你下一个你的 说得好像你重新投过太一样 是啊 从前的我 为了舍弃自己素恶的命运 选择将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意志整个剥离 这才有了我的诞生 这听起来就像是精神病 想象出另一个毫不相关的自己 来逃避生活中不合心意的一切 我倒是觉得和你有些相似呢 不过我并不希望起罗就此放弃 所以我才给了你第二个选择 拿起那个由普罗米修斯特制 能够随心所欲改变歌声的话筒 在虚假的歌声中 传递你所期许的爱 当然 你也还是能像过去的我那样 将所有的东西都舍去 忘了那些难以企及的梦 去做一名海中漂泊者 留下些许传说 这也没什么不好 不是吗 你是觉得看别人做选择题很有趣吗 你凭什么擅自规定别人的选项啊 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 自以为清醒地随意去指摘他人的梦想 难道不觉得自己过于傲慢了吗 所以 你已经有了第三个选项 对吗 关你什么事 你倒不如想想 如果你站在上一个你的位置上 会有什么选择 把问题反抛给我吗 真是一招反客为主的妙计 不过恰巧 我也正好希望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呢 如果命运无法挣脱 那我便伸手 将其拥抱 这便是我的答案 齐罗 看来你和现在的我 才是更加相似 嗯 使与齐罗前辈和你猜 猜不一样呢 苏莎娜 你之前在训练营的那些手段 还有给齐罗前辈的那个话筒 看似解决了问题 实际上 什么都没有改变呀 虽然我也经常幻想 自己如果被蝙蝠咬 或者喝下博士的药剂之后 就一夜之间 变成和幽浪大尔大人 一样厉害的女武神 但我知道 那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梦想那么容易就达到了 那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 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偶像也是依靠这种手段 让自己变得闪耀 那我们的梦想还有什么意义 齐罗前辈说过 偶像应当是以身作则的榜样 是传递爱的天使 所以他才要将自己打磨成无瑕的钻石 用光芒照亮其他人 但爸爸告诉过我 钻石之所以发亮 不是因为他没有瑕疵 而是因为 他瑕疵之外的部分 会努力让光线在身体中停留的光程更长一些 这样他才能捕捉更多的光线 然后发出耀眼的光芒 去照亮更多的人 这么多天 我总是在彩排中弄出各种事故 但齐罗前辈丝毫没有嫌弃 反而一直鼓励我 我 已经被齐罗前辈照亮了 所以 我也会在明天的演出中 帮助齐罗前辈去照亮更多的人 没错 瑞兹丽亚闹出的乱子也不慌多让 但齐罗姐还是耐心地教会了瑞兹丽亚 怎么正确谈贝斯 还有莉莉亚 虽然齐罗姐五音不全 但她教会了莉莉亚怎样唱歌 所以这里轮不到你这个莫名其妙的阿姨 来替我们说丧气话 我们明天一定会成功 大家 能不能不要再强调我唱不好歌了 齐罗前辈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 没错 我们永远都是齐罗姐的粉丝 看来我闹出了不小的误会 那么 我还是使用效率最高的退场方式吧 他要召唤出怪物来了 别 别怕 我 我不会褪色的 再见了 各位 是 是 o 些逆 啊 你 或者是 练习 最练乱 你 采 垃圾 峻 就 你 你 你 ? 小 她 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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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咻 哼 哼 哼 目标锁 哼 瞄准你的心脏哦 表现完美 看招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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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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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